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三桂这阵清醒了 即使自己现在回去也是送死 也是和自己爹一块被李自成杀掉 与其回到北京白白送死 还不如我现在就归顺清朝 毕竟和满清军队交手这么多次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肯定能好好谈 给谁当开国功臣 不是当呢 不就是剔个头的事吗 于是吴三桂就不再犹豫 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 邀请清军入关 前来清剿李自成的农民军 先给皇帝报仇再说 至于打完该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上集就说到呢 从真皇帝上吊殉国之后 他手下那些大臣啊 绝大多数都是丑态百出 陈衍呢 作为明朝的前大学士 当年三月初啊 就因为谎报军功 等于就是他的官职就被罢免了 本来当时啊 他是能够逃离北京的 就是因为自己家产太多 他没出去 没舍得走 如今呢 忽然听说 大顺军向前朝的官员追索银两 他还挺主动 先向那个刘宗敏呢 就送去白银四万两 刘宗敏呢 当时还特高兴 还觉得这老头还挺慷慨 等于就没有立刻呢 对他这个加以考虑 没多久 陈衍的家谱就告发了 说这个老陈家中啊 在地下藏银数万 刘宗敏大怒 马上派出军事 去那挖掘 果不其然 陈衍呢 大宅子的院子地下 全都是白银 刘宗敏这个时候就大怒 开始对陈衍呢 大行伺候 而后呢 又搜出黄金数百两 至于珍珠都成糊 即使如此 这陈衍把家里奸财宝 得是全被这个刘宗敏弄走了 李自成后来从北京啊 他不您撤退吗 撤退之前 还把这个陈衍 还有这个明朝的一帮勋气大臣 全都斩首示众了 至于那位大学士首府魏早德呢 这个人是明朝的状元出身 当时他之所以被从真帝信用呢 就是他好谈兵 假装他自己懂得兵略 但是当成首府之后呢 对从真帝也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好主意 只知道依从和陈墨 本来因为这个魏早德呢 在明朝的时候官最大 你想 他是首府啊 他是单独啊 被囚在一个小黑屋当中 这位魏早德也是死摧 你说你在那被关着就关着 弄不好别人就把你给遗忘了 他不 他隔着门缝大声哀求 新朝呢 如意用我为官 就应该把我放出来 别把我总是锁在这里 一直在那嚷嚷 他这一嚷嚷呢 反正提醒了刘宗敏 于是呢 刘宗敏就把魏早德呢 提到自己的厅堂 亲自审问 首先 对这位魏早德就用夹行 得就用夹指头的那种行计 边拉边夹边问 如居首府 何以乱国如此 魏早德当时痛的 是一边嚎叫一边回答 我是书生 官正是 先帝无道 遂至于此 刘宗敏这个人虽然是个大老粗 听魏早德如此说 也是大怒 如以书生着生状元 为官三年寄生首府 从真何处对不起你 竟敢恶他为无道昏君 说完话 刘将军亲自下堂 用力删了魏早德数十个大嘴巴 那些士兵一看刘将军如此暴怒 夹棍就猛扯 当时就把这老魏 食指都给夹断了 疼痛黄极之余 魏早德又大呼 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 刘宗敏一听得挺高兴 马上派军士把他女儿弄到自己的王府之中 把这个女孩监污之后 他也没把她作为妾室 而送入军营 我们想一想 魏早德这个女儿进入军营之后 下场自可得知 但是对于主动献女的老魏 刘宗敏对这个人是更加不屑 严命手下兵士抓紧对他的考虑 一刻不停 前前后后 魏早德在刘宗敏的府中一直被伺候了六天六夜 用尽了所有的言行 最后魏早德他的脑袋就被农民军士兵用的夹板夹着 使劲过大 把脑壳给夹裂了 脑僵蹦出 惨死在当地 魏早德死了 农民军又把他儿子抓过来 继续追索银两 这小魏当时就叩头如早算 都磕出血来了 就说 我家里现在真的没有银子了 如果我父亲他还活着 还可以向他的门生雇舅借银子 如今他死了 我哪里还能找银子呢 农民军小头目听着小魏仗一说 也觉得有理 于是仰手一刀 就把这小魏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这事就算了了 明朝这些高官大官熏臣家里有钱 那些韩林 柯臣 那些阎官 你想那些官员都是清贫这样的出身 他们最倒霉的 这些人家里确实没有什么油水 献银献金根本就没多少 因此就这些官员 绝大多数都被农民军士兵考虑致死 刘宗敏当时在他所居住的王府大寨院的大门口 树立了数十根寡人柱 杀人无虚日 无论什么官员 富民 北京的普通老百姓 只要看上去你们家大门大户家里有钱的 肯定会被押到这里来 就是受刑 经过数天连续不断的考虑 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城内总共得盈七千多万两 得到这些盐两之后 李自成等于派手下那些工人重新融住这些盐子 都把这些盐子融住成规格的 中间有孔鞘的有眼的方板状的大银板 以便于日后运输 我们要知道七千万两白盐绝对不是小数 从真皇帝你想十多年家想摊派 从民间得盐也就不过两千万两 就这两千万两最终导致明朝老百姓的人心涣散 最终亡国了 那么李自成他在京城在北京 就从民间就能榨取到七千万两白盐 因此他当时那种酷劣 我们想都能想象得到 他不亡才怪 这笔巨大的数字绝非仅仅是从那些明朝官员身上榨出来的 也出于当时北京每家每户的老百姓的家里 李自成和他手下农民军进入京城之后 马上传点大军戏子和采访进入紫禁城内 天天换新衣 日日听小曲 非常就暴露他那种低俗的趣味 李自成这个人他在吃饭方面非常不讲究 只吃什么 少许米饭 拌干辣椒 然后用烈酒当饮料 每顿就吃这些东西 至于用的器物方面 李自成还用他从前在营中用那些粗陋的军器 对于什么军中那些龙凤 什么雕刻那些精致的器皿 他从来不用 因为他多眼龙眼神又不好 而且那些东西雕得栩栩如生 上的又是龙又是凤的 他总觉得不吉祥 因此他从来不用 农民军士兵入德紫禁城后 对所有的文物自然也不爱惜 他们把皇宫当中那些精美巨大的公摇花缸 就做马槽 就等于是喂马 再把那些高级的木头的门窗拆下来干嘛 烧火 做饭用 明朝内库当中 还有不少非常珍惜的 巧雕的犀牛角做的犀牛角角碑 农民军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值钱 大的那些犀牛角角碑用来捣蒜 那么好多人都是陕西出身嘛 就爱吃蒜用来捣蒜 小的呢就放入豆油 干嘛呢就当灯用 眼见得刘宗敏 以及别的那些将官 他们那些什么军官啊 兵士啊 现在都报复了 那么李自成他自己率领的老营将士呢 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 为什么呢 跟人家相比 我们还天天吃这些粗米马豆当粮食 于是呢 这些人怨声载道 愤愤就私下出宫了 他们出宫之后 在北京城内进入那民间防射 去烧杀抢掠 仅仅在当时的安福胡同这一个地方 一夜之间被这些农民军士兵 轮奸致死的妇女就三百多人 李自成手下这些官兵好色奸严 但李自成本人呢还真不好色 他在皇宫当中呢 仅仅临姓一个人 那就是那个长叔宫女 豆氏 李自成手下的卫兵呢 于是就把这位斗士称为斗妃 从客观上讲 如果讲的李自成入京之后 他什么正事都没干 那完全也是胡说八道 当时呢 西北华北山东河南所有地区 包括这个湖北江苏的大部地区 都是大顺政权的他的这个统侠地 李自成呢 从北京不停的派出官员 对当地进行管辖 同时呢 他又派出部分军队南下 就准备彻底消灭残民军队 来一统天下 还有一点值得一说呢 大顺军刚入北京城的十天左右 纪录特别严明 但凡有士兵犯抢劫强奸啊 这样的这个罪 马上就被钉死或者寡杀 而在十天之内就杀掉了这些犯罪的士兵数百人 但农民军这种军纪严明的啊 这样的情况呢 就没有维持多久 十天之后呢 农民军的这个军纪日益败坏 到了四月中旬 听说山海关吴三桂率兵开始造反了 李自成坐不住了 他当时想让刘宗敏和李锦率军出征 但这两个人呢 已经是在京城吃喝玩乐惯了 就摇头不答应 我们不去 你去吧 无奈何之下 李自成当时只得亲征 亲征前呢 他就下令 在平泽门处决了以明朝大学士陈衍为首的明朝大臣一百多人 把这些人全杀了 本来这些人都投降了 但他就觉得这些人不可靠 全部都杀掉了 然后呢 他就派兵 把在北京城内考略而来的银两 七千多万两嘛 整车整车的运往西京 大顺政签的西京就是西安了 4月19号这天 李自成早晨发兵 当时他头戴绒帽 一身蓝布剑衣 打扮非常朴素 当时跟随李自成出征的有七八万精兵 当然他对外号称二十万 其中还有什么呢 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湘 包括从真第三个儿子 这些人都被李自成指派人严加看守 公元1644年年初 黄太极已经死了 当时主持清国政局是多尔滚 当时他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 马上派使者前去联络 提出要并娶中原 同享富贵 李自成当时对多尔滚这些提议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3月初 农民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了 吴三桂在这接到 从真帝的诏书就把宁元给放弃了 就往山海关方向移动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清国上下非常兴奋 就准备借机南取中原 清国的汉人大学士范文成就赶紧献策 其一 可入边直取北京 其二 昔日以明朝为敌 此事入关后 我们的最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其三 明朝激若 必定灭亡 一定要趁此百年不遇的机会 占领中原 特别是要占领河北地区 对范文成的建议 多尔滚是大为赞同的 他就下令在国内征兵 南丁七十以下 十二岁以上 立居从军 因此当时 他们绝对是倾国而来 多尔滚当时 还听从范文成的建议 在这一次进军过程当中 一定要严肃积累 历届清国的清兵清将 进入明朝国境之后 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只顾杀人 抢卫为主 一定要以安抚为主 先前的松山大败之后 因为当时明朝非常需要人才 因此对于败逃的吴三桂 就没有严加处理 只是名义上降他三级 依旧派他率领兵马 固守宁远 吴三桂当时也非常知道报恩 天天的训练士卒 家乡城防 把他手下数千士兵 最终扩展了数万人 弃泄一心 从真十六年 公元1643年 吴三桂还率领兵马 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 而且还多次拒绝他的旧父祖大寿 替清军对他那种招降 那个时候的吴三桂 绝对是明朝的耿耿忠臣 当然了 当时他那舅舅祖大寿 为什么不能招降这个外甥呢 也身为吴三桂他爹 吴湘就在北京 而且受到从真皇帝的信用 所以说有爹在 他不可能信他旧父的话 吴三桂在离开宁远之前 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后所 中前所 包括前屯卫 中后所就是今天辽宁的隋忠 中前所就是今天辽宁隋忠的前所 那个地方 所以在三海关之外 明朝只有吴三桂孤军奋战 死守宁远孤城 接到崇祯皇帝的诏书 吴三桂这个时候没办法 要把宁远城放弃 回原京师 吴三桂没有丝毫有益 文明即上路 林世英之前 他要下令把宁远城内所有的建筑都烧毁了 以免资敌 但一出发 我们想 宁远城内的兵民相加都五十万了 人多物多 把所有的这些人和物迁徙入山海关就非常费事 当时这五六十万人等是踏踏而行 一天只能走数十里 因此直到三月十六号 他们才抵达山海关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确实非常仁义 大到先前刘玄德那种风采 话说回来 他当时这种仁义也属于富人之人 我们想 君父在京 已经是饥饥可威了 最要紧 你现在是率领兵马回原京城 但是他又把那些老百姓拖家带口的 因此行走速度非常缓慢 但话又说回来 他真率着几万人马赶到北京 面对当时的一百多万农民军 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 吴三桂到达山海关之后 也肯定是经过安顿 把那些兵民都安顿好了 然后就率领手下的军队急迟 3月20号这天已经到达丰润了 谁料想就得到这个消息 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了 就在这个时候 吴三桂平生就第一次真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了 当时他是孤军穷途 要不就是投降农民军 要不就投降满清 当时他的思想斗争也没维持多久 马上就做出抉择了 就是准备向李自成投降 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 一来 吴三桂他自己的父亲就在北京城内 已经成为俘虏了 二来大明朝已经亡了 大顺新朝刚刚建立 自己如果投降李自成 不时成为开国功臣 而且和他同级的 有兵有将 有成的 什么唐通江湘那些人 都已经向李自成降富了 如今自己投赴李自成 也算是不甘仁厚 知天顺命 李自成方面 对于掌握山海关 重关的吴三桂也是非常重视的 因此他进入北京之后 马上派人持习招抚 就持着那个习文 向吴三桂发出这种诱详 而且表示只要你吴三桂归顺我们大顺 不失封侯之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游移之间 吴三桂就往北京方向赶路 一路上大贴告示来安民 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的父亲吴湘 为全家性命打算 也是语重心长 写起笔信给他儿子 还是就让他投降李自成 结果吴三桂行至半途 忽然得知大顺军在北京考虑 就从前的明朝官员进行追赃 而不少暗中逃出的那些官员 也是遮到枯诉 就说农民军这般人太狠了 对于前朝官员 极尽侮辱之能事 吴三桂这个时候大失所望 而且得知他自己的父亲吴湘 也受到刘宗敏的家考 至此愤怒至极 就决定不再入京了 他当时也怕 自己入北京之后 等于是自投罗网 父子可能同时要遭到杀戮 清朝在康熙以后 总是轩然吴三桂他的爱妾 陈元元被刘宗敏抢走了 又监污了 就说这个事 是他反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这种事 对当时的吴三桂来讲只是次要原因 那么后来那些前名已老 还有满清的文人 就是为了加重吴三桂这种罪行 故意拿他这种冲冠一怒 唯红颜这样的事来说事 以此来反衬 吴三桂对明朝的不忠 和他对他父亲的不孝 吴三桂现在和李自成撕破脸了 自然他要投靠 背后追击的咄咄逼人满清军队 但当时的吴三桂还真不是即刻向清朝投降 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这样的身份 向满清借兵复仇 吴三桂就请清朝军队从洗风口密云 那些地方入边 他自己就想依旧掌握着山海关 把这样的险爱来牵制清军 而就在当时多尔满率领的大部分清军 还的的确确真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 因为他知道那地方过不来 他就当时听从洪生筹的建议 怕李自成农民军烧空抢光北京城之后 往西逃到西安 所以当时的清军 郑吉兴军想从冀州命运那些地方来进攻北京 现在接到吴三桂的密信 多尔满当时大喜过望 马上改变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 直奔山海关而来 同时他还写信给吴三桂 答应说什么 要裂土封王 但是需要对方投降 而不是向我们清军来借兵 吴三桂这个时候 听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 主力已经来攻打自己了 心里非常发慌 马上回信 就要清兵 你们赶紧来 4月21号这一天 清军的前军已经抵达到山海关之外了 在欢喜岭上扎下大营 清军扎下大营之后 就开始和吴三桂进行了过程艰难的谈判工作 不久清朝的大军接踵而至 当时共有14万人齐集在关外 李自成方面 听说吴三桂和清军已经大上线了 也不敢怠慢 于是就派出祥将唐通 还有祥将白广恩 他们先率领骑兵 赶到辅宁县东南的那一片石 这一片石是个地名 先到那里去集结 李自成自己就率领农民军主力 在石河方面开始布阵 石河就是今天秦皇岛的燕塞湖水库那个地方 清朝大军齐集在山海关下 多尔滚包括那些部下的将领 都是心中存有疑惑 第一就是怕吴三桂骗人 第二就是清军从来没和李自成 农民军打过交道 心中没谱 于是清军就先拿唐通这一部 李自成的军队开始开练 一战下来 清军就在这一片石 打败了唐通手下的官军和农民军混合的这样的部队 经过一片石战役之后 清军虽然取胜 但是对于山海关的大局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得知农民军大局已经在眼前了 非常惶急 于是在4月22日清晨 吴三桂本人就亲自出关 持奔欢喜岭上 拜见多尔滚 多尔滚当时就拉着吴三桂的手 说了个掏心窝子话 君为雇主复仇 大义可嘉 我今次领兵入关 严令大军遵纪 如人敢抢一粒米 敢动一株草 皆会被军阀处死 望军告知关内市民 万物惊慌 吴三桂听多尔滚这说也非常感动 忙和多尔滚开始蒙事 在白马祭天 杀马牛祭地 表示咱们谁为约 谁以后就不得好死 但日后的事实证明 这两个人都是不得好死 蒙事之后 多尔滚依旧不放心 他又让吴三桂替发 吴三桂这个时候 已经着急上墙了 没办法 只得和他手下那几个高级军官 马上替发 向多尔滚称臣 吴三桂和他手下那几个高级将领 替发了 称臣了 但是明军当时还有四五万人 根本就来不及全部剃发 于是多尔滚就让这些民兵在身上 缠白布条做记号 当时的白布不够用 明军等于就是用白色裹腿布扯下来当记号 由此一来大军混战之中 清军但凡看见身上裹白布的那些汉人就知道这些人是蒙军 蒙士替发称臣之后 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关门 清军几十年梦想 一招就成为现实了 而且这次入山海关是兵不血刃 不费一兵一卒 等于是由明朝士兵自己打开了这个凶官 我们要知道山海凶官 你百万军马可能都功不克 是个这样的险官 而后吴三桂就自己为前锋军 那么清朝的英王阿纪格居左 豫王多多居右 多尔滚他自己率领清军主力殿后 满清军队和吴三桂的盟军 即将和李自成的大顺军队开始打战 这场大战开战之后 结局会如何 我们下集接着说 明朝的民间慈善组织 明朝它这个劝阵的形式多种多样 基本上就是归为什么劝分 还有劝书 劝分就劝导人们就有无相继 劝书就是鼓励乡身 捐资救荒 得大的就这两种类型 还有一种特殊自发性的慈善组织叫 益社 就在发生大规模的疫情 灾荒的情况下 这些益社就失州失药 殆葬收养遗孤 就帮助灾民度过艰难时期 益社有好多种 首先是益庄 这是以宗族为单位 自发组织的互助团体 这种组织到明朝的时候 在国内大概有两百多家 再就是什么呢 同善会 这同善会呢 是由乡身地主或者秀赛取人 致氏还乡那些官员 他们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组织兴办的 这些人呢 虽然不是官府的正事人员 但是他们在民间非常有威望 可以凭借他们自身的影响力呢 耗大大伙 在危难的时候呢 团结起来 共度时间 而这些人呢 他可以作为官府和民间之间联系的纽带 一方面呢 通过他自身所在的圈子 筹备救灾物资 相对而言 像同善会这一类的社会团体呢 由于这些成员呢 都是社会上有威望的上流人士 他们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这类救助呢 在当时也是有据可依的 绝对不是乱行好事 他们呢 常年筹款救助呢 那些不能丧葬嫁娶 和那些衣不蔽体 吃饭无浊的穷人 劝勉农丧 寻查疾苦 那么在救助对象方面呢 首先是那些生活物赵的孝子 杰富 其次呢 是未被这些养剧院收容 而不愿意乞讨为生的 这些贫劳啊 什么这个病的 这样的人 对于有些人是不予救助的 什么人呢 不孝不敌 赌博见诵 酗酒无赖 即年少强壮 有手有食 以致赤贫者 对这些人呢 是不救助的 还有呢 四种人 易住而不住 哪四种人呢 衙门中人 僧道 屠户 还有败鸭子 明朝社会 270多年当中 确实有不少的天灾 人祸 所以他这种 类似于现代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呢 好多这个作为呢 还是非常有人情味儿的 没说中国史 明天见 明朝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自成的大众 大顺政权还是非常脆弱的 既然他没法管束手下人那些烧杀抢猎 自然也无法收服明朝的人心 吴三桂这个时候打开了山海关 清军也如狼似虎的扑了进来 李自成先在山海关吃了败仗 逃回北京之后也自知打不过 于是他就赶紧收拾戏软 大举撤退 而那些见风使舵的各地明朝官员 现在马上要起来反抗他 因此李自成的地运一下子就流失殆尽了 退回到西安清军也不放过他 李自成就想向南进去 先把南明灭掉 自己把东南一片富士之地霸占再说 结果清军追得紧 他的手下也愤愤反叛 去了向清军投降 李自成路过湖北的时候 在山野之间 九宫山就被两个手持农军农民给干掉 一代枭雄如此下场 只能说是天道号轮回 李自成死了 先前死于他残酷屠刀之下的 那些众多的无辜冤魂 应该也能瞑目吧 我们上一集说到 吴三桂详情之后 他就充当先锋军 开始率领他手下军马 和李自成的军队开打 山海关大战开始了 深精百战的李自成 这个时候还确实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了 他对吴三桂的军力估计也不足 以为吴三桂只有数千精兵而已 所以当时李自成在精神上非常松懈 当时他就和从真帝的太子 这两个人并纪 就两个人一烟骑匹马 站在高纲之上 等于是悠闲观战 吴三桂手下军队作为哀兵 这个时候就呐喊冲杀 农民军方面我们想 由主上亲征 李自成就在军中 因此是个个当先 由此双方的一些汉人们就厮杀在一处 打得你死我活 不分胜负 这场战斗打到中午 毕竟农民军一方实力占上风 人多 吴三桂军队就有些不知了 已经呈现出败相 吴三桂手下的明军已经是被杀过半 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 清军号角声响起 两三万头戴斗笠 拖着大便的清军 骑着骏马 忽然间就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一剑非常骇然 吓得他当时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而他当时的反应还不是说加紧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而是低声喊了一句 哒子来了 吊转码头 他跑了 身经百战农民军得胜在计 忽然看见这些装素奇特的清军 纵马而来 嗷嗷乱叫 当时吓得胆裂 很快得知主上都跑了 农民军这些人失去主心骨了 立刻掉头都跑 当时绝对是兵败如山倒 吴三桂的明军和清军开始合击 对农民军一路追杀 二三十里间 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 据说当地的尸骸三年之后都收拾不干净 你说死了多少人 望着微微凶关山海关 还有遍地的农民军尸体 高兴之余 多尔滚马上封吴三桂为清朝的平溪王 李自成率领谨慎的数千残族 败退到永平 到了当地之后为了泄愤 马上下令把吴三桂爹吴湘 一直是被他看押在阳中 马上把吴湘给刮杀了 然后把吴湘的首级悬于高竿之上 小喘片刻 他急忙率领残兵 北京就跑到北京回去了 获得如此大声 吴三桂这个时候依旧存有复明之心 马上派人急速入京 告知北京那些官员和市民准备迎接崇祯帝的太子去复卫 这个事多尔滚大人不干了 因此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北京方面当地的官民对于满清入关之事完全都不知情 都是非常兴奋的 非常忐忑的 等到京城重回大明天下 至此 李自成这42天的帝王梦就开始破碎了 4月23号这天 已经由李自成的拜训传到北京 吴宗敏这些人慌忙命令士兵搬运兵器登上城墙 还下令拆毁所有靠城的民房还有福寺 城内的农民军这些兵士纷纷相聚在一起 不少人是放声大哭 确实京城的温柔乡太短暂了 大祸马上临头 4月26号这天 李自成就率领参兵逃回到北京了 这个时候他手下兵马只剩了几千骑兵 所有的步兵全部在山海关以及沿途 被清军和吴三桂的民军杀掉了 李自成这次败兵入城之后 城内那些大顺兵马都知道末日将至 就完全丧失纪律性了 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 备极惨毒 特别是北京西城一带受害最深 被监污后投井自杀的妇女是不计其数 吴三桂这家自不必讲 李自成入城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吴家全家三四四口尽数寡杀 一个不剩 转天一大早 李自成他就在五营殿举行正式的登记礼 追尊他自己老李的七代都为帝后 估计追尊七代这事 你说他记最多记得他爹他爸爸 甚至他那曾祖的名字 你说什么往上追七代 他根本不知道 也不可能知道 而后李自成头戴冠冕 接受所谓的百官朝贺 我们先前也讲过他在西安那个时候已经称帝了 所以说他在宫曲北京的一路上他一直是称镇的 这次在北京称帝登基呢 就是把这个称帝的戏重新再演一遍 为了便于逃跑呢 李自成草草的把这典礼就结束了 然后就派人在城外的家军准备 当天夜里呢 李自成在向陕西撤退之前 就把紫禁城给焚毁了 当时只留下什么五营殿 建吉殿 英华殿 南勋殿 包括四周的角楼 还有黄吉门 没有被烧毁 因为他们跑得太快 跑得太急 没来得及把这些地方给全部都点燃 所以说呢 明朝的紫禁城 一直到清朝的康熙22年 就公元1683年 才开始重建这个紫禁城 其余那些被焚毁的部分建筑 一直到康熙34年 先前那个被烧毁的这个紫禁城呢 才完全被复建完成 李自成下令焚毁宫殿之后呢 他就以焦天为名 第二天一大早 就匆忙离京了 向西开始奔逃 逃跑之前呢 农民军就把皇宫宫内的金器和金钉 都融住成大饼 每一个大金饼呢 都有千斤之重 然后呢 用骡子 驮上数万个大金饼 然后随军而逃 混乱逃亡途中呢 崇祯皇帝三个儿子 都在这个慌乱之中走散了 但李自成自始至终 对这个崇祯皇帝三个儿子 绝对是没有加害 也没杀他们 也没打他们 北京军民看到的农民军如今败走了 个个振奋 就在城内搜出那些腿脚的慢 还没来及逃走 这农民军或者是那些伤兵数千人 尽数杀死在当地 李自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怒 马上派出数千铁骑就往北京城回奔 准备入城之内 把北京城所有的军民全部屠杀干净 然后再把北京城烧成白地 恰巧 这个时候呢 这一家被杀三十四口的吴三桂率领手下的军马报仇心切 这个马踢嘚嘚飞奔而来 就帅军呢 已经杀到城南了 前来屠城的农民军士兵一听吴三桂来了 绝对不敢英其风 你不敢跟吴三桂打 马上调转马头就跑了 北京城呢 由此就躲过一次大劫 从入城到离京 大顺政权 仅存在了42天 5月2号这天 多尔滚就率领清军抵达北京了 当时呢 北京是市民大喜 以为这是吴三桂 拥这个从真地的太子回到北京了 纷纷出城百姓岸迎接 结果呢 他们一抬头看见一大群清军 大家是惊恶异常 但最终呢 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至于北京城内 那些从前的明朝官员们 看到清兵来了 反而呢 大多数人都松下一口气 为什么呢 我们想 如果是吴三桂率领明军回来 那肯定会清算 他们先前降贼这种罪名 如今呢 大清来了 还就没有这样的担忧了 所以说 日后 劝多尔滚南下消灭残民政权 出谋划策的 就数这帮人 签名的这些官僚居多 这些人绝对都是民族败类 多尔滚入京之后呢 当然吸收李自成的先前的失败教训 就四处张榜 表示说无论是谁 只要详顺我们大清 官赋原职不说 还要对你们加官进决 心有风赏 这一来呢 那些签名的官员呢 个个大喜 集合在一起贪官相庆 李自成呢 从北京拜逃 这消息传出之后呢 附近的各地的官民啊 知道大顺政权 大势已去 愤愤就起来 把那些这个大顺在当地的任命的官员杀掉啊 或者赶跑 那么靠近北京呢呢 就归顺的清朝 南方地区呢 则大多就打出恢复大明的这样的旗号 就在这个时候 在各地的李自成的部队呢 还有数十万之多 他本人呢 率领手下残兵 一路经太原平阳 然后呢 回到西安 当时大顺军队的大部队呢 就留守在山西河南一带 抵御呢 民清联军 那么回西安途中 李自成呢 这个时候就游败生恨 争鸣面目顿险 一度上大肆杀人 但凡遇到明朝的市民 平成俱朝的 只要攻克之后 绝对是屠城 鸡犬不留 回到西安之后呢 李自成就一直是精神萎靡 也没见出啊 他有什么宏图大猎 因此半年时间内 基本上啊 他就没有什么大动作 他就在西安待着 清军呢 步步逼近 他们先在山西招降了 大同那个江湘 然后呢 用大炮 把那太原奸城啊 给这个平回了 江湘呢 这位先前投降李自成的 这位明朝总兵 如今呢 又再次向清朝投降 当时整个山西啊 差不多都被清军占领了 但是在河南方面呢 清军在怀庆 被农民军打败了 使得本来照进取 那个南京当时的主力清军呢 不得不掉头 又回到河南 这个时候 如果当时南明小朝廷 趁机攻去山东河北 日后呢 肯定还会有大的作为的 但是呢 当时的南明驻将 和这个南明的朝臣都非常短视 他们就想做事呢 贼鲁 互攻 互相消耗 所谓的贼就是农民军了 鲁就是清朝了 结果 南明就丧失了 当时拓地发展那种绝好机会 由于主力清军 这个时候已经杀到河南 农民军呢 很快在领保就被打败了 急忙回车到铜关 年底隆冬时分 清军呢 源源不断向铜关外增兵 双方从12月29号激战 打了十多天 互有胜负 于是呢 就在喊沙和血贫当中 度过了公元1645年的春节 公元1645年正月12号 首通关的李自成部将呢 马世耀忽然现官投降了 结果转天 这马世耀呢 就和他手下7000多投降的农民军呢 军备清朝了集体屠戮 虽然你降了 也把你们都杀了 谁让你从前抵抗的呢 此时困愁在西安的李自成 听到这个消息呢 灰心丧气 显然西北是待不住了 如果南逃呢 又有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堵了 只能再去河南湖往地去 到了当地呢 把那南明政权消灭了 自可拥有半壁和山 从西安临撤退的时候呢 李自成下令 他的部将田建秀 把西安城那所有的建筑和仓库 全部烧毁 幸亏这位田将军呢 还算有点人性 他只是率领兵马呢 把东门楼和南岳城的城楼给点燃了 等于就为西安百姓啊 留下了郁寒的这个房屋和粮食 李自成撤退中途 一回望 一看到西安城中啊 是烟火冲天 因为那两个城楼被烧着了嘛 就以为这田建秀啊 已经完成任务 这才心满意足 放心而去 李自成逃离西安之后呢 原先西北地区那些明朝的降将 又愤愤开始向清朝投降 白广安啊 马科啊 郑家东啊 这些前名的总兵 又愤愤成为这个这个大清的将领 个个替发啊 带个大辫子 开始以大清的将领面目出现了 而当时整个西北地区呢 只有云林城啊 那个守将高一公 他是李自成的旧部 还依旧是坚守不祥 从西安逃离的时候呢 李自成手下的兵马啊还不少 有多少 13万之多 按理啊 如果他急速行军 抢在这个清津之前杀往南京 最起码呢 可以把东南一带富庶地区占为机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李自成走到河南境内呢 耽误了不少时间 估计啊 是临行前啊 这个大顺兵的士兵脱家带口 又有不少金人 因此就严重的拖慢了行军速度 不久之后 清军方面阿纪格率领手下人马毕军 农民军在三月中心呢 就往湖北方向逃窜 清军呢 是边追边打 边打边追 双方交手八次 每次都以大顺军的失败为告终 李自成部队呢 你本看他打不过清军 他这个渡过长江 在京河口呢 却把明军佐良玉那一部的明军大败 这样一来呢 大顺军辉光返照 武昌和襄阳都落入李自成的手里了 当时呢 他集军二十万 就准备攻取南京 清军呢 却没有给李自成任何机会 没等农民军喘息 已经呢 追到武昌了 李自成还怕 只得弃城 接着逃 四月下旬 就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当中呢 农民军再次打败 数万人被杀 这次大战之后呢 李自成他两个堂叔 包括他手下大将刘宗敏 都被清朝俘虏了 然后呢 加以寡沙 就是处于酷刑 而他手下那活神仙 那宋献册也向清军投降了 在此之前呢 大顺的宰相牛金星 已经见识不妙 悄悄跑走了 他跑哪去呢 跑到他儿子牛泉的家里躲避 牛泉呢 降附清朝呢 降附得很早 那个时候呢 正当黄州之府 所以说就没人追究牛金星啊 过去这个投贼 铸贼的事情 所以说大顺政权当中 这牛老爷子最终是善终于家的 由于在湖北江西等地大败 李自成的农民军啊 就消耗非常大 他身边呢 到最后只剩万把来人了 这时候呢 清军的王爷多多已经率领手下人马啊 这个从这个河南商球和这个安徽四周分头行军直扑南京 由此呢 东下水路也没船也走不了 李自成呢 只好掉回头往西南方向跑 他就想穿越江西西北部 然后再转战湖南 反正先前啊 当这个刘贼已经当官了 因此逃跑对于李自成来说啊 绝对不是一件辛苦事 五月初四这天呢 农民军大队人马就赶到了这个湖北的通山县陷阱 到达通山之后呢 李自成就命令手下军人就地扎营造饭 他自己呢 胡乱吃了几口饭 就率领手下呢 28名亲兵 在这个附近的九宫山一带 转悠 一来呢 可以消遣一下仇叙 看看山景嘛 二来就查看地形 而附近的山民呢 听说有一股贼人道 而且人数不多 只有这个二三十计 于是呢 就纠缉了数十人 前来这个追杀 这些当地的农民呢 后来还被一些学者描绘成什么的 什么地主团练武装 这完全都是下掰 所有这些人都是些老实八交的农民 因为他多年啊 都遭这个流贼之害 因此对农民军士兵啊 一直是怒气满胸 最最重要的是呢 这些农民 根本就不知道啊 有数千农民军军马就在附近 只以为呢 前来的就是一股几十人的这种流窜的贼军 因此他们才有胆前来厮杀 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啊 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 如果他们知道附近还有数千啊 这个农民军的这个军事 肯定他们早就跑光了 不可能前来厮杀 结果呢 当时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这个青山绿水的风景 山上的催眠就忽然出现了 愤愤的居高临下 举起那大石往下砸 李自成呢 胯下坐骑受惊 因此他身边的人马立刻惊散了 仓促之间呢 李自成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啊 拍马就跑 片刻之间呢 他就和他手下那二十多的这个亲兵就完全失散了 李自成的马还挺宽 逃到一个牛背岭 当时慌不择路 又遇到山间那种小气候 忽然之间的磅礴大雨 他这个坐骑啊 就陷在泥中走不动了 没办法 李自成只好下马 就牵着自己这个坐骑 在那个泥泞当中啊 伸一脚前一脚 就往前走 往前跑 当地农民有个叫成九伯的 远远望见李自成就一个人 又牵了一匹好马 这个时候就勇气百倍 嗷的一声就窜了出来 李自成毕竟是百战大将 反应非常灵敏 徒手呢 就和那手吃这个锄头 来杀他那成九伯 两个人就格斗起来 两人这么一打 那成九伯一奴民 他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对手啊 很快就被李自成骑在身下 李自成压住了成九伯之后呢 就回手抽他那刀 但他那刀在刀窍当中 因为有雨水又沾了泥了 一时之间他就拔不出刀来 就在二人扭打期间 成九伯有个外甥 叫金二口的 这个时候赶到了 看见他自己的舅舅被一大汉 骑在身下 正等着那要挨宰呢 情急之下 这哥们抡起铁铲 冲着李自成呢 一下就挥砍过去 呼的一声 一铁铲下去 大顺皇帝半个脑袋就被消掉了 杀了李自成 这个舅舅外甥这两个人就欢欢喜喜 他们根本也不管李自成啊 这个已经是脑僵崩裂的血核流烂的尸体 就等于是牵着马就走了 不久之后呢 李自成手下的残兵就被当地的官府活捉了 官府才知道李自成在山中被杀这样的消息 于是呢就多次派人到山中小狱 表示说杀李自成者马上出来一定要受大赏 这农民陈九伯呢 起初还不敢自己去认领 后来听说了 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等于和自己当天的遭遇一模一样 才大着胆子出山去认工 由此陈九伯呢 不仅获得当地政府的赏银千两 而且还得到了清朝祖都的亲切接见 所以说直到这个时候 这位陈九伯才有普通的山民老百姓变为地主阶级 有钱了吗 我们想一想 李自成这么一个明朝的下岗一族 最终呢 竟然死于湖北的一个农民之首 所以他这样的结局呢 充满了隐喻般的这种历史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死了 他手下那残部几千人得刚吃饱饭 这个时候李自成手下跑回的一位兵就哭诉 万岁爷被当地乡民杀死了 得知消息之后 农民军的士兵满盈痛哭 而后呢 这些人就化悲愤为力量 数千农民军就在附近的州县 毁卢杀人无数 以泄痛愤 可他的事呢 所有这一切 真正的杀人真凶成九伯完全不知道 他当时和他的外甥一起 在他们自己那山中小屋 看着草地上能吃草的大马 就一直是呵呵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什么李自成病死或者是他出家那些说法都是野史异文 所有的那些传闻 所有的清初之后 无数那些考剧家考政家所谓的推断都是无济之谈 都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了 李自成在当时湖北的九宫山确实是就已经被杀了 明代的武器管控 明朝说句实话 对于武器 特别是冷兵器的管控 非常宽松 他并不像前面那些朝代 禁止百姓持有武器 明朝时期 热兵器已经出现了 因此明正武对于武器的管控 总而是针对重型热兵器 对冷兵器的管控 绝对是特别宽松 明政府不仅允许民间可以持有弩啊 长枪这些兵器 还认为呢 持有这些弓箭刀枪啊 这些武器啊 还是民间英偶的权利 即使你持有违禁兵器 最高呢 仅判处流放三千里 根本就没有死刑 也就是讲 你在明朝 你即使在家造石门大炮 你不是把他们拿去山放火 最多也就是给你流放三千里 打你一顿板子 明朝中期以来呢 面对当时南窝北鲁 这样的情况 你光靠明朝军队为独 有时候来不及 因此 朝廷就放开民间的五倍限制 由官府主导 把什么铸成技术啊 火器火药啊 对于猎鞭武啊 兵器武艺等等 这些军阵战术吧 全部下放了 这些内容呢 在这个相约赛语当中都有记载 明朝政府呢 甚至将炼军之术 兵法级要都印成小册子 由县里的官员啊 组织逐层下发到厢里一级 比如说万历二十五年四月 扬州之府郭光复就亲自制作炼兵级要 我请考虑这两部金氏小册子 然后下令印发 家家一本 上至俯城献锅啊 下到相约保甲 人人必须通袭 不识字那些人呢 就识字那些人负责讲解 我说到这里呢 估计有些人啊 脑子一亮 哦 为什么明末农民军啊 这么厉害了 我们想一想啊 骑义军里出现这么多啊 精通热兵器技术啊 又略通骑射的这样的老百姓 那肯定能战能打呀 我们现在呢 生活在文明社会 但凡在网上 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 发现有人虐猫虐口 都会惊呼 那个人是反社会人格 都会要求啊 要法律对这个人进行严惩 几百年前那张献忠 要是放到现在 枪毙他五万次都不够 张献忠这个人就是个杀人魔头 但凡不杀人他就手痒 不仅杀人他还要大搞行为艺术 所以说古今中外 历史当中 所有那些残暴的匪头 你跟张献忠比起来 那都是小儿科 张献忠呢 杀人不挑日子 也没有任何理由 甚至他都不分人 俘虏杀 降臣杀 甚至他自己的兵 想杀就杀 张献忠在四川建国称帝之后呢 也完全没干正经事 张献忠到了四川 已经是建国称帝了 你说你该干点正经事了 没有 他就是找任何借口 就是杀人 当然了 要是没有点反社会人格呢 张献忠也不会去造反 但是他在一生当中的所作所为 已经完全超出了 我们正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绝对是那句话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我们前面几集呢 讲了李自成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明朝的另外一个掘墓人 张献忠 现在我们一讲变态这个词啊 就会联想到性的方面 实际上呢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誓杀 自虐 他虐 等等这些行为呢 也属于变态的一种 这是我们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 是人类动物性呢 潜在留存的一种暴露 而历史上这些变态的人呢 在他自己的意念当中 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 而且呢 他还会暗中认定 能够控制别人的生活 甚至生命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什么暴君啊 这些暴虐的这些武臣啊 大将啊 为数还不少 但这些人的残虐的啊 这种酷杀呢 都有特别大的目的性 属于那种冷静思考之下呢 有计划的杀人的 但是像明末张献忠 这种没有任何目的性的 这样的誓杀狂 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仅此一人而已 张献忠呢 他是和李自成同岁 这位大贼头呢 据历史书描写啊 是长身虎汉 面色金黄 因此当时他的外号就是黄虎 可以想见 张献忠这个人呢 绝对是相貌堂堂 这大贼头呢 一天不杀人 就惨然不乐 异议不乐 当然了 在某一段时间内呢 也有学者啊 就为这个 所谓的农民军首领啊 也为他翻案 指称呢 那些记载张献忠 在蜀地大肆屠杀的那些记载呢 都是那些地主阶级的什么胡言乱语 而这些学者最能抓住把柄呢 就是明史当中 张献忠传 有一句话 张献忠将族已杀人多少续公次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齐 确实如果从数字角度来讲 明末呢 当时全国的人口也就一万万多 也就说一亿多 那么明史当中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六亿 那绝对是胡说八道了 当然了 也有后世研究者就认为 所谓的六万万 这是古汉女数字的核文技术法 也就是说六十万的意思 这个呢 也是一说 而明史当中啊 这种荒唐的这个数字素材 就说张献忠在蜀地杀六万万人啊 这样的说法呢 这是哪来的呢 就是取自明末清初一个文人叫毛麒麟的 他写过一本后见路 在后见路中 毛麒麟就说 张献忠呢 在蜀地杀了六万万人 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的人口统计 在明末呢 四川一地 包括今天的重庆了 大概有四五百万人吧 其中张献忠杀了将近三百万 摇荒贼 就当地一股的特别大的匪徒匪帮吧 他们杀掉和吃掉了七八十万 其余剩下的等于是那些军民呢 都是被满清军队吐露的 后来满清建国之后呢 就把他自己在当地所杀的近百万百姓呢 算在了张献忠头上 这个呢 就是唯一的对张献忠污蔑不实自辞 总而言之吧 就绝对不能否认的是什么呢 就经过张献忠之乱 明末清初的蜀地 就是四川 包括今天的重庆 基本是为之一空 没多少百姓能活下来 从真十六年年底 本来呢 已经在湖南和江西取得这个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呢 忽然把这个两省之地弃之不顾 大举率领军队就入川了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呢 李自成在当时势力太大了 老张呢 觉得自己搞不过老李 索性我就走远一些 以免两虎争食 当时的四川方面呢 还有一支曾经参加过邢阳大会的 摇黄十三家这一类组织 这个组织呢 是一种极其邪恶的 由这个四川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的匪盗 这些人呢 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报复 只知道银杀抢掠 而且呢 他们一直对明朝的四川官兵呢 造成非常大的消耗 正是因为有这个摇黄十三家 这个摇黄贼在川地 一直在内部叨腾 张献忠呢 就得以从容的第二次入川 月下劳渡三江 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 攻克福州之后呢 就直到重庆 本来当时的重庆是三面离江 一手难攻 张献忠呢 就派人在城墙下埋上炸药 轰隆一声 坚硬的石墙呢 顿时倒塌 于是呢 张献忠的军队就一拥而入 入城之后呢 张献忠就先下令 把这个守城的巡抚 陈世奇那些文官都刮杀了 然后呢 他又把名身中第五个儿子 锐王朱成浩绑到法场 当时呢 天色非常晴朗 空中呢 忽然响出一声炸雷来 而这位锐王本人呢 又是明朝宗室当中 人品很好的 就属于非常少的那一类的好人 这个王爷呢 本性要好佛 特别有民望 因此呢 就受到四川当地乡民的爱戴 张献忠呢 一看朗朗清空 呼响一炸雷 他当时也大笑 就仰天大叫 天若再雷 我当是锐王不杀 说来也奇怪 你说当时晴朗天空响了一雷 结果等了一会儿呢 就没有再没有第二个雷响了 张献忠哈哈大笑 亲自上前 抄出刀来 把这位锐王的脑袋给砍掉了 耳后下令 把锐王所有的家属 包括重庆的官吏 一万多人全部都杀了 杀到下午 这个山臣重庆啊 电闪雷鸣 白昼如晦 一下天就黑下来了 张献忠根本就不怕 马上命令他手下兵士架炮射天 不久之后呢 转会为名 刚刚入属的张献忠呢 这个时候说句话 杀心还不算太重 当时呢 就对被他俘虏的三万七千名明军 做出如下处理了 美人砍掉一只胳膊 然后尽数把他们放走 一个不杀 于是呢 就在那操武场上 这个明军士兵被砍胳膊嘛 三万多条血淋淋的手臂 就堆在那里了 而后呢 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 逃出重庆之后 四处乱窜 等于就成为张献忠的火广告 周围那些城市的这些老百姓啊 顿时害走 到处都跑 等于对张献忠的贼兵啊 等于是望风狂逃 攻陷成都之后呢 张献忠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了 我们要知道成都啊 这绝对是二百七十多年大名的富藩 可惜当地的蜀王呢 也是个财迷 这个王爷文人本性还不错 知书达理 从真帝呢 还把它称呼为蜀秀才 蜀王这个人人品虽好 但是呢 也是个财迷 他就是不肯拿出他王府那些金银啊 就犒赏军队 成都大城呢 还非常艰牢 但是四天之后 张献忠就攻入成都城了 成县之前蜀王夫妇 当地的巡抚和总兵都投井自杀了 明朝巡抚刘之伯呢 就被贼兵捉住了 张献忠呢 就把他绑在轿场之上 由于这刘巡抚呢 他本人就是陕西人 贼军一看老乡啊 就劝他投降 刘巡抚是破口大骂 张献忠也大怒 马上命令手下人慢慢刮刘巡抚 刘巡抚就大声说 宁可你多刮我一刀 你也少杀一百姓 贼军呢 把这个刘巡抚身上的肉刮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一起放箭 等于是把这个刘巡抚呢 刮完了之后又射死了 成都这个奸程失陷之后呢 四川大部分的州啊 府啊县啊 应声而愧 很快呢 就得都被张献忠的军队占领了 而当时明朝的四川呢 只有尊义十足 包括黎州 这三个地方没被张献忠攻下 尊义呢 就是今天属于贵州那个尊义 在当时属于四川 石柱呢 就当时被那个少数民族 那个土司秦良玉 他的军队占领 那么黎州呢 就是今天雅安一带 而那个时候呢 李自成呢 已经败归到陕西 他也试图呢 派兵啊 到川地来攻打 但都被张献忠的部队给打回去了 到了这个地步呢 张献忠李自成 这两支农民军 不仅没有再次联手 反而他们就更公开的 更坚定的 就是决裂了 张献忠取得小胜之后呢 他还得寸进尺 他又猛攻李自成手下 所占据的汉中府 结果呢 反被李自成大顺军给打败打走了 但仅仅几十天过后呢 李自成也把西安放弃了 就是又逃走了 李自成这么一跑呢 得张献忠的北面 就完全暴露给清军了 张献忠进入成都之后呢 就建立大西国 他自己也称帝了 首先呢 他就娶这个大学士陈衍的闺女为皇后 陈衍本人我们前面讲过 在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呢 已经被处决了 他命令手下人 从成都南门往里外架桥 就高树石杖横跨天空 一直达到蜀王府 然后呢便知彩灯 晚上一望啊 望那高桥啊 绝对像长虹更天 而后呢 原先蜀王府那些宫女彩鹅 包括她新娶这个陈皇后 等于就是走 通过那个桥啊 就进入王宫之中 也就仅仅临幸了 这位陈姑娘十天 张献忠呢 就开始生出艳意了 一刀就把自己 这位陈皇后的脑袋给砍掉了 耳后又派人 把这个陈皇后 在成都的所有亲属全部都杀了 杀人之余 就像好玩一样 张献忠呢 他还开科取士 当时呢 这个考试之后吧 他共取得近士呢 一百三十人 刚刚过了一天 张献忠忽然变脸了 把这些近士们都给杀了 其中呢 这次考试 张献忠得到那个状元 这些人叫张大寿 他是华阳县人 当时呢 三十不道 身藏七尺 功马贤熟 张献忠呢 看到这个状元张大寿 以表丰围 气宇宣昂 服侍华美 而且呢 又和自己一样姓张 马上呢 就以之为奇才 赏赐的刀马金币 十多种 数日之内呢 张大寿每天都入宫 来作陪张献忠 有时候呢 献诗 有时候作文 有时候呢 单情图画 张献忠呢 对他也是不停的加以赏赐 供赐这个张大寿 宅地一座 家丁二十人 美女十名 到了第五天早上呢 张献忠做巢 传奏官这个时候禀报 新状元入巢谢圣恩 也不知道为什么 张献忠就忽然变脸 自言自语道 这吕杨的 老子爱他的锦 一见他就满心欢喜 怎老子呢 又有些怕他 万一他日后生一心 岂不害了老子 来人 你们马上把他收拾了 张献忠平时呢 最常说有两个词 一个是打发 也就是杀 他要打发的本人 一个呢 就是收拾 就是把对方呢 全家都要杀尽 他的手下人马上听命 即刻就把张大寿给绑起来 就杀在当地了 至于先前 张献忠赐给张大寿的十个美女 二十个家丁 也都全部杀了一个不剩 而在当时呢 蜀中各地 那些前来考试的那些生源呢 还都没走呢 张献忠这个时候对外 就对这些人说 还要对你们进行第二次考试 考试地点在哪 在青阳宫 结果这些满怀希望 想要考试得官的一些读书人呢 每进来一个 还一进去就被杀 一进去就被杀 总共杀了将近一万人 而当时这些考试的世子呢 就是英式携带的那些笔案 一时之间 伪姬如秋 人杀了那些东西都扔在外 一堆堆的跟小山丘一样 杀进蜀地的一些文生之后呢 张献忠要对外甲城 要开五颗 于是呢 数千五局 要骑击到成都的轿场 这些人呢 每人配发一匹猎马 作为他们的成骑 忽然之间巨炮一响 筋骨齐鸣 张献忠手下的军士啊 等于就在那看台之上啊 他那么有那个墙嘛 就站在那上头 就开始射箭 把所有这些骑马参考的武举 得就当成猎物来射 一一射死 那些侥幸 没有被箭射中的 肯定会掉到地上啊 结果呢 又被那些金跑的马匹呢 箭大成肉泥 这些文武举子下场挺惨 但是呢 当成这位大西皇帝张献忠 当他的朝臣就更惨了 有一天早晨上朝 张献忠呢 打了个喷嚏 感觉不爽了 立刻下令 让兵士啊 把三百多 就当时在朝的那些大臣 全都牵出去杀了 有人当时还劝他说 陛下 你把这些人都杀了 谁给人干活啊 当时张献忠一笑 这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有时候呢 朝会之时 老张呢 又会派人牵出事物十条 非常巨大那种大鸥 就是那种类似于藏鸥的那样的大型的群类 然后让这些大狗去闻 但凡有一条大鸥对着这一个大臣 多闻了几下 马上这个人就会被牵出去斩首 张献忠呢 还给这种行为取了个名目 叫天杀 实际上应该叫狗杀才对 张献忠所谓的大西政权建国之后 是全无制度 我们想他手下数十万大军 所有的衣食所需 就靠抢劫和搜掠 没有任何什么赋税政策 没有任何这些东西 但张献忠这个人呢 喜欢筑钱 他当时就下令把从王府啊 和从属地那些大户人家抢来的 所有的那些金刚和佛像都融毁了 然后呢 筑成所谓的大西通宝 这种铜田呢 钱色鲜亮 非常光润和精致 从那颜色一看呢 就跟那金子差不多 张献忠这个人对四川人这么凶 杀了不少 但是呢 他对当时住在川地的两个外国传教士 却好得不得了 这两个传教士呢 就是耶稣会传教士 一个是意大利人叫利类斯的 当然这些都是义名了 另外一个呢 是葡萄牙人叫安文斯的 这两个传教士呢 上线给张献忠用红铜制作地球仪 和什么日轨那些东西 张献忠看着特别新奇 他先前没见过这种玩意儿 大喜之下 就下令呢 把这两个外国人尊养在宫中 每天呢 都带自己身边当顾问 有人可能就问 张献忠他有翻译吗 不用 这两个传教士都是一口流利的 四川方言 都会讲中国话 也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日后有幸活着 他们在日记当中留下了就不少那张献忠啊 在属地惨酷杀人的那种非常真实的 非常客观的记载 由于张献忠大喜政权的统治呢 过于残暴 因此呢 川地郡县那些老百姓愤愤反抗 当然了 这也和当时那大环境有关 李自成败亡之后呢 南明政权建立了 人心所向啊 所以说当地的四川老百姓都特别痛恨张献忠这种流贼 这种贼寇 看到各地老百姓愤愤反叛 张献忠大怒 他就下发了除成禁脚的命令 派出他手下军队啊 到各地啊 去屠戮当地的民众 无论是穷乡僻壤 或者是身压俊骨 这些贼军啊 无所不至 当时线上这个男人手足二百双的 马上的授给他拔总这样的官职 得到女人手足四百双的呢 野兽拔总 所以说女人得加倍 你要杀女人得加倍杀才能得到拔总 这大贼头呢 就按杀人数目 就给他手下那些这个将官依次升官 有一个贼兵啊 这个手壮啊 真能杀人 日杀数百人 马上就被张献忠呢 提升为都督 所以说张献忠他的军营内 就是张献忠灭亡之前 但凡有公侯大官的 这些人呢 都是因为从前杀人杀得多 鸡公所得 根据史书记载呢 张献忠贼军 他们杀人还各有名目 割手足呢 称为袍奴 中割背鸡呢 称为边地 枪条背部呢 称为雪丘 一伙还围起那些儿童 考制呢 称为惯系 杀人之后呢 张献忠手下那些贼兵呢 就以仁师为马槽 然后把那些麦豆 放到那些这个尸体的这个腹中 然后让马来吃 其中呢 还把里面放入人杆 作为马匹的精丝量 因此呢 这些贼军的军马也是凶性十足 张献忠贼军在蜀地 也不仅是四处杀人 而且把当地什么牛犬牲畜 也都搜杀一尽 成岩是什么呢 就是不给当地人留这种畜种 但凡攻城陷地 除了杀人之外呢 张献忠这个贼军呢 一定把当地的所有的炉社建筑物 全部焚毁 大火烧过之后 那些完全没有烧完的残木呢 也要归轮成堆 再把这些残木再烧成灰心 而后他那些士兵呢 就用毛挑看 看清楚之后 绝对再没有大块的木头 才敢离开 遇到那些官府或者王公 有巨大那种石雕垫柱 你烧不了啊 怎么办 就用丝绸那些布匹吧 然后用油浸满 然后裹在上面 裹了好多层 然后再举火烧 最终呢 这些大石柱 这些大石柱 完全崩坏 士兵一看到这种情况 才敢放心离去 张献忠贼军的杀人呢 他只是就是记载这个杀的成人百姓的 这个树木以此为功 那么百姓当中 那些小儿啊 幼女啊 不能计功的怎么办呢 都被贼军呢 抛弃在道旁 我们想 这么小的那些小孩儿童 在路中 不是被张献忠贼军的马蹄践踏而死 就是被那些人呢 抛向空中 然后以白刃皆知 以此为孝乐 就是这么一个灭绝人性匪夷所思的大土匪头子 大贼头 这张献忠的下场会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会接着说 紫禁城名字的由来 明城祖永乐五年 就公元1407年 朱棣呢 就下令建造紫禁城 当时他集中的全国最优秀的工匠 又征雕了将近三十万的民工和士兵 经过长达14年的时间吧 终于修成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宫殿群 紫禁城呢 南北长约1000米 东西宽呢753米 其中的建筑物呢 多达980座 紫禁城四周呢 还环绕着10米高的这种坚固的城墙 城墙外边呢 又有宽阔的这种护城河 城内宫殿 清一色的红墙黄瓦 金碧辉煌 一条8000米长中轴线的纵贯北京城南 当时北京的内城 皇城和宫城 都以这条中轴线的为中心 对称展开 紫禁城内的主要建筑呢 也都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 布局非常严谨 就体现成皇帝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 那为什么叫紫禁城呢 古人啊 根据对天空天体的这种长期观察 认为紫微星长期就运行在天空的正中央 是代表天地的星座 宫殿呢 又是皇帝的居所 因此就称之为子宫 那么中间那个禁是什么意思呢 禁呢 就是指皇宫 皇家种地啊 在这样的种地 除了为皇帝和他的亲属服务那些宫女啊 患者啊 侍卫 以及被召见尔入的一些官员之外呢 闲杂人等一律是不得入内 这就是紫禁城名字的由来 张宪忠 张宪这个人呢 他在起兵造反的前期吧 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反复投降 每次被这个明政府招降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实现就想好了怎么跑 怎么反杀 同时呢 他又懂得像这个明朝那些军将啊 那些统帅啊 行贿 搞到这个朝廷的秘密的小道消息 由此就可以看出 张宪忠绝对是个建宗使舵 没有底线 不讲信义的小人 后期呢 他的军事势力越来越壮大 就与当时的李自成啊 分庭抗礼 这个时候呢 他的权力又非常彰显出来 草菅人命 为所欲为 以此呢 来阻吓他的这个 他的手下的这个军将啊 包括别的那些异军将领 不过这张宪忠啊 还真有可能有什么精神疾病 到了后期呢 他就发展成为完全的变态杀人狂 否则呢 我们就无法解释通 你说他到最后 连自己手下的十来万二十万将士 他都要加以屠杀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人狂 张宪忠了地了 想了福了 占据了这个四川温柔乡了 好像日后他就丧失追求了 像一个无头仓一样 突来闯去 最后呢 竟然死在清军的一支剑下 由此可见 就没有理想的造反 最终呢 就会变成荒唐的闹剧 我们今天呢 接着上集继续讲这个张宪忠 张宪忠这个人啊 绝对是灭绝人性 他这个灭绝人性呢 还是无论亲疏 张宪忠他的本性啊 是出于明朝的那种 他出身嘛 低下阶层 就非常喜欢呢 招待这个好朋友一起欢宴 常和他的这个陕西老乡啊 在他那个王府当中痛饮 临别呢 而且给这个人啊 赠送什么黄金珠宝一大堆 酒足饭堡之后啊 他这些陕西籍的老朋友们呢 就欢笑告退 回老家啊 老朋友给了这么多东西 张宪忠呢 就事先派壮士埋伏在路边 把这些刚才还酒足饭堡 还把酒言欢的这些老朋友们 尽数斩杀 等于呢 先前那些赠给这些老朋友的金银财宝 都拿回来了 接着呢 张宪忠手下的兵士 就把这个老张那些朋友们的手机 乘在锦霞当中洗干净了 送回来 张宪忠呢 拿回到王府 冰冻起来 有时候呢 张宪忠一个人独饮不乐啊 自己喝酒 觉得没意思 马上喊一声 换好友来 于是他手下这些士兵 立刻就把那些兵镇的这些手机啊 摆放在巨大的宴桌之上 哎 一座一个手机 老张本人呢 持斩 劝酒 亲切热情啊 就跟对着活人一样 他呢 还有个名目 什么意思呢 叫聚首欢宴 你看 真是手 手机 张宁忠另外一个特别变态的在为什么呢 他特别喜欢啊 女人的小脚 他这种喜欢不是一般的喜欢 像呢 袁末明初那些文人 什么鞋杯啊 不是 他喜欢斩女人的小脚 然后呢 把许多这个斩下来的小脚 在他那个花园里 哎 叠搭成风 就跟一座座小山一样 有一天呢 他和手下的爱妾还欢迎啊 这个欣赏啊 这个园中的风景吧 包括那些啊 小脚堆成的山 仰视这些美族的这个小脚堆成的堆啊 他就叹息了 你看 这个山峰挺好 就是缺一足间 如果摆放到这个上头 再弄一只好看的小脚 放在那个尖上 肯定更好看 当时陪他饮酒的爱妾呢 也有几分酒意 于是呢 就伸出自己的三寸金帘 笑容道 此足如何 张建忠呢 当时 哎 仔仔细细看了看他爱妾那小脚 说了一声 甚好 马上抽出刀来 信手一刀 就把他美妾的一只脚 看上来了 士兵不敢怠慢 马上堆到那个风上 当时他在爱妾你想一只脚被剁断了 就在当地呢 哭嚎婉转 于是呢 张建忠又来一刀 就把这爱妾呢 杀于当地 张建忠这个人呢 他在王府当中呢 有爱妾数十人 最后呢 都是依次被他斩杀 或枝解为乐 或烹枝为食 或挪枝为狗 他其中的一个爱妾呢 还被他生过一个小孩子 平常张建忠呢 也挺喜欢的 粉雕玉琢 一小男孩 平常呢 这一俩还挺亲 张建忠还经常把这个 你想这个育孩儿抱在自己的膝上 两个人说话呀 这个吃东西啊 忽然有一天 张建忠呢 酒后暴怒 竟然一拳就把这孩子给打死了 虎狼之性啊 已经是如此残暴到完全没有人性的地步 转天一大早呢 他看这小孩子尸体 横沉在席间 他又发怒了 发什么怒呢 就怒这些左右手下啊 当时不劝诫自己 历杀数百人 就等于把当天晚上啊 这个在那警卫陪他站在那陪着他 看着他喝酒的那些警卫 包括官员全杀了 张建忠的大灾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是什么呢 最有而醒爆 就是说他喝醉的时候啊 时常饶人啊 比如说他想杀人 别人一求他啊 他就可以不杀 但一旦他清醒 一定要杀人 一定要见血 他才乐 公元1645年秋天呢 张建忠就毁弃了这个所有的成都城 把这个城中的军民啊 基本上全部杀掉 就这一点呢 就连从前有一些 就美化张建忠所谓造反企业那些学者呢 也不得不承认 绝对是实情 但是呢 这几个学者就说了 张建忠呢 他为什么把成都人基本都杀光呢 就是面对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啊 他当时是所谓的这个杀人这个扩大化 这哪里是扩大化 是绝杀化 成都军民啊 当时是数十万人 被驱赶到南门 看到张建忠和他手下那些人 起码而来呢 这些人都跪地起命求饶 声称啊 我们都是大西国的良名顺名 希望大王你不要杀我 张建忠呢 当时就狂兴大起 纵马挥刀就跳入人群当中 发疯一样 连连喊杀 杀杀杀 张建忠身后那些贼军呢 就跟着这位张建忠刀砍毛统 当时是把这个成都啊 那些老百姓就杀得血流成河 把成都老百姓基本杀光了 把这个建筑物烧的差不多了 临走呢 他要下令 就是杀尽各个军营啊 这一路上抢劫的父母全部都杀掉 而且呢 还把这个所有这个兵士将领 沿路抢的这个金银财宝全部上交 由于当时张建忠的贼军贼将啊 从蜀中地区抢的金银太多带不走 怎么办呢 张建忠这个时候呢 就召集了数千人 基本都是老百姓了 把那个锦江掘开 就让这锦江改道了 然后呢 又在河床上凿洞 凿了好多洞 然后又垫青石 就成为那种洞穴 把绝大部分金银财宝都埋在其中 大概有数千万两只巨吧 然后呢 他又把所有参与绝合 这个凿穴的人全部杀掉了 而后呢 他又指使他手下的兵士 在时紧将回流 那么提前是改道嘛 现在又回流了 由此 这财宝啊 就埋在水流之下了 还有个名目叫什么呢 叫固金 张建忠干的这个事儿 绝对也不是所谓什么地主文人啊 什么泄愤的记载 是那些文人瞎编的 因为近年的考古挖掘啊 已经发现了不少张建忠当年埋藏的这些金银 张建忠率领这些人马走到顺庆 开始又杀人 杀什么呢 把他自己的军中四川级的士兵十多万人都杀了 当时呢 只有他手下都督一个叫刘世忠的 他率领那一营人马文迅先逃 刘世忠呢 就从川北就跑走了 就像清军投降 杀完自己军队当中的一些川军以后呢 张建忠又嫌弃他自己的这个兵将啊 所带的家属是来着 于是呢 他本人就以挑选水军为名 贺令他手下所有的人马 包括家属 都要从他面前啊 经过授检 只要他说一声 你 但凡被他挑中的人马上就被集中 其中呢 父母被挑折 子女不敢回顾 妻子被挑折 丈夫不敢回顾 挑来挑去 一共挑出近四万人 把这些人都压到一个牧场之中 先用炮轰 得轰死大半了 而后呢 纵兵斩杀 杀来杀去人太多 还有数千人杀不安静 怎么办呢 都用骑兵把这些人驱入江中 都给淹死了 残杀虐杀自己的军队和自己军人的家属 说句实话 古今中外 张献忠绝对他是首创 而且这些人也没有背叛他 也没有犯什么过错 他就是想杀 杀了这几轮之后呢 张献忠又派人在自己军营当中点数 点完了之后 那些军将回报说 怎么各路军马 现在还有六七万人 张献忠听到这个信息又大怒 老子哪里用得了这么多人 我只需禁旅三千 即可横行天下 于是呢 他又马上 督促他手下的将领 继续接勾杀 一路走一路杀 到西冲的时候呢 贼军当中 从前向他投降那些官兵 先前被抢掠到营中服务的那些平民 包括那些新兵 已经被残杀殆尽 所以说他在一路走一路杀 把自己手下几十万军兵和家属都杀了 剩下的呢 都是旧兵速将而已 都是跟他从陕西出来的所谓的那些老人吧 行军途中 有一天天降大雨 天空当中一片电闪雷鸣 杀人为乐的张献忠又呼发狂态 仰天大呼 天爷爷你是要我把人全杀光啊 听这大贼头如此高呼 他手下那些将领那些兵将闻之济然 个个鼓励 在这说句实话 浑身发抖 当时在蜀中地区 除了张献忠以外 还有蜀中的摇晃十三家 这些贼人做的那些事跟张献忠也差不多 这些摇晃贼更坏的是什么呢 他们杀人就是以戏乐为主 他们常常把老百姓当中好多小孩抓起来 然后呢 这些军营的士兵就把这小孩飞抛到空中 飞抛到空中之后呢 军士们各个以长毛接刺 然后呢 看着这个毛尖上那些小孩 我们想一想 手抓 这个手足抓袍 就是那种样子 那种惨状 他们就轰然以为笑乐 其中呢 还有不少这些摇晃贼 专门挑选这个儿童啊 脑子长得大的 然后呢 捉住他们的双手双脚 就不停的用他们这小孩的脑子来撞钟 我们想一想 钟声响起之后啊 这些小孩很快就会被撞死 这些人就以此为笑乐 而且是乐死不疲 摇晃贼有的时候呢 抓住那些成年的老百姓 就会把人啊 把这些抓住老百姓逼靠在树上 然后呢 从腹中掏出一个洞 伸手呢 把这个老百姓的肠子拽出来 等于用那个受害者自己的肠子 把这个人绑在树上 等于是活活折磨而死 等等等等吧 如果我们看明末那些文人写的笔记 那些就是有幸生存的人 所留下来的记载 那绝对是惨不忍闻 所以说如果论惨虐的程度 这些摇晃贼啊 比那个张献忠要过甚 张献忠呢 他的军法非常严酷 所以他的部下杀人啊 是因为生据不得不执行命令 而且还发生过什么呢 他手下好几个将领 不忍心啊 杀这么多这个老百姓就自己自杀了 但摇晃贼这些人 人数虽然不多 但他们上下同心 耳濡目然就是以杀人为质乐 没多久呢 张献忠带着手下几万人马 又攻克了顺庆城 顺庆呢就是今天的南冲 又屠杀当地的军民十多万人 自此之后呢 由于军中缺粮 这些张献忠的贼军呢 就以人肉为食 他那营中啊 就用盐啊 淹了不少这个人肉储存 但凡缺粮 他就他手下那些兵士啊 就拿这些东西来吃 自从张献忠开始这个杀他自己的军事之后呢 他的手下也有不少逃亡的 因为你在他营中不知道哪天就被他杀了 有的时候呢 这个整营的数千人一哄二散了 张献忠知道这些事呢 也不是特别在意 还有一天夜里 张献忠呢 在营地中速营 忽然有一只大耗子 窜到他被窝当中了 惹得他当时大怒 还满帐篷了 他就找那个老鼠 举着剑就要把那老鼠剁死 最后呢 还让那老鼠跑掉了 暴怒之下 他马上下令士兵 你们转天美人必须上交一只老鼠 谁逮不着老鼠的 明天就把你的人头弄过来抵数 结果呢 他手下这些贼兵贼将 连夜是毁屋穿壁 敲仓勋防 转天一大早 张献忠的原门外 那个老鼠的尸体堆积成山 由此可信 这个脏贼头 他的号令之言啊 确实是太压了 走来走去呢 张献忠呢 他就想把这个四川的 他从前占领在地方 他不要了 准备回到他老家陕西法站 于是呢 他就对他手下的将领 孙可望那些人就说了 朕得蜀两年 蜀民不富 如回陕得昌安 熊市中原 自可图大事 后来呢 他到什么西冲等地之后呢 又命了他手下的兵士 到处伐木造船 声言呢 要进攻南京 当然了 张献忠此举呢 或许是声东击西 或许就是他凶狂发狠 或许就是他穷途绝路 完全是无目的的瞎折腾 反正这个张献忠 在他生命当中 最后的几个月 几个月内 造狂至极 只有在他杀人的时候 只有他观看杀人的时候 只有他命令杀人的时候 他呢 才稍感到平静一些 公元1647年年初呢 张献忠他手下 就先前投降清军的那刘尽忠啊 数门数路 带着清军啊 就在川地 就在四川啊 一直跟踪追击张献忠 当时清军的主帅呢 是那个豪格 得知张献忠在西冲凤凤凰山下 正在扎营 于是呢 他即刻就派出他手下的大将敖拜 还有准塔这两位的将领为前锋 在这个刘尽忠的带领下呢 急行军三百里 直扑张献忠打赢 当时呢 张献忠这大贼头手下呢 还有好几万人 讲几十万人吧 就根本就不知道清军已经追到附近了 不久呢 有小孝仓皇来报 就说搭子来了 张献忠一听呢 非常气恼 上前一刀 就把这个报信的小孝给砍死了 对左右怒言道 真是胡说八道 哪里有什么搭子了 肯定是摇晃贼 不久呢 又烧探来报 确实清军已经追来了 张献忠呢 又把来人给杀了 这次听到信息之后呢 他心里有所怀疑 于是呢 他身上也不披甲 就手持着短刀 带着十几个亲兵呢 就走出大阳 四处张望 到处遛他 张献忠呢 走了几十米 就来到了太阳溪边 就那条溪水叫太阳溪 当然是大摇大摆 太阳溪对面的刘进忠呢 已经率领亲亲近了 已经到了近前了 他肯定认识张献忠了 就对清朝的将领就说 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说时迟那时快 清军当中就闪出一名神剑手 顺手就给张献忠来了一剑 郑重其左辱 就郑重其左胸 等一下就设在他心上了 张献忠这个大贼头 大叫一声 倒地翻滚 痛疾而忘 我们想一想 如此惨绝人寰 在蜀地大肆屠杀 这样一个大贼头 死的呢 都是如此爽力 张献忠死了 他手下那些亲兵啊 见到这个情景 赶紧跑回大营 高叫 大王死了 大王死了 一时之间 贼营大崩 清军马上进攻 贼军当时数万人就被杀在当地了 其中那些官校 就那些中级军官被斩首的就有两千三百多人 张献忠军营当中 基本上所有的资重和马匹呢 都为清军所俘获了 张献忠被杀之后呢 他手下那些大将 什么松可望 刘文秀啊 李定国那些人 就率领参兵 开始奔逃 经过重庆和尊义呢 就进入了云南 后来呢 孙可望降清 李定国呢 却成为南明耿耿的忠臣 他和这个满清军队 一直奋战到他死 所以说历史的出其不易 使得我们后人充满了瑕疵和猜想 张献忠这个大贼头 他手下的将领 这李定国 之所以最后能尽忠报国呢 就是因为他从蜀地掠入军中有个说书人 这个人呢 叫金公子 常给这个李定国讲三国演义 他呢 就把那松可望比喻为董卓 曹操 把这个李定国呢 比喻为诸葛亮 就激发李定国的忠臣报国之心 李定国呢 你想没什么文化 听这个说书人一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也是非常感动 诸葛亮 我不敢自比 能学观章 将为这三个人忠心报国 我已经就足够了 最终呢 这李定国百折不回 直至他最终病死 依旧忠于大明王朝 至于李定国的事迹呢 梅老师以后讲南明史的时候呢 会有大的篇幅 讲他这个一生的这个事迹 不仅李定国爱听书 张献忠本人呢 也爱听书 他主要的目的呢 就想从三国啊 水浒当中学那些兵法 学战略 由此可见呢 明末啊 当时那民间文学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巨大 不仅张献忠李定国是三国演义的 忠实的听众 就连努尔哈赤黄太极 他们也都是 他们听满文的这个三国演义 如果我们细读历史呢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当时那种形状 我们就可以发现 张献忠他在四川的这种试杀行为呢 导致了这个地区啊 明末清初的人口剧烈下降 而且呢 所有的啊 对于张献忠那种技术啊 包括这个明末清初的 大文人王福之 他写过永历十路 什么温瑞林的南疆一史 吴伟业的随扣济裂 查济佐 什么最为路等等等等吧 对张献忠图书 都有详细的记录 这些技术就表明呢 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杀人呢 绝对都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最让人信服的呢 还是当时亲身在属地的 那些幸存的那些读书人 世代夫 他们的那种笔记性质的记载 包括什么韩国相的琉璃传 欧阳直的这个欧阳世遗书等等等等吧 等于都是当时这些四川文人 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内容非常可信 而且呢 这些人又不像啊 就有些文人就属于著书立书 他们写的这些东西 都是些日记和笔记 完全就是没有那种 就是发表的那种性质 说没有发表的性质 没有让人看的性质呢 都是自己的血泪的这种技术 因此呢 就更加真实可信 张献忠死后 他这个身后残留的 从前的大西国的士兵和军将呢 正是对从前他们经历四川时所犯错误呢 进行了真正的反思和修正 因此才有后来这些人 经历云南的时候啊 那种辉煌的成就 如果我们梳理这个历史的事实 就是从公元1644年 年中吧 大西军队进入四川 到1646年年底 大西军呢 兵败离开四川 如果这个梳理这段时间的脉络呢 基于一些推理 实际上就可以发现 张献忠的这个大西军队 他整个的失败过程 那么在1664年6月呢 张献忠大西军攻克重庆 打开四川的东大门 而后快速西进 8月呢 就攻克了成都 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西军队虽然有一定的咬鸣行为 就是也杀了一些人 但是呢 是属于那种没有组织的 没有针对性的 就不是属于那种试杀 而后呢 大西军就以成都为中心 向周边矿张 逐步夺取了四川的大波的地区 并且在当年10月呢 呃 张献忠在成都就正式建立政权了 而后呢 他还进行所谓的开科取士 迎娶了部分啊 市大夫啊 对这个大西政权的这种向往和忠心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呢 张献忠他在成都啊 还是实施了严格的这种保甲管制和言论管制 不久之后 张献忠就发现啊 并没有改善这个大西军队和四川老百姓呢 之间的这种军民关系 而且呢 他笼络那个当地市大夫的那种行为呢 也没有受到预想的效果 于是他就开始恼怒了 后来呢 张献忠就称帝了 因此他的大西政权呢 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关系就更加恶化 当时呢 张献忠还派出他手下的军马北上汉中 结果被李自成的军队就给打 打败了 趁着大西军分兵 镇压四川的各地的反抗 还有他军队主力北上汉中之机呢 明军从川南大局反攻 先后就攻克了什么重庆啊 嘉定啊 什么旭州啊 三府 由此一来呢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川南川东的统治 就完全崩溃了 到了公元1645年3月呢 张献忠的部队啊 除了成都 宝宁这两个府 这两个府城还能有效控制之外啊 就得失去了对其他地区 四川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恰恰就是因为战局的不利 使得张献忠这个大贼头 本来就偏执躁那种心态呢 就开始更加扭曲和变态 因此呢 他就把他内心的仇恨 扩大了整个的四川人身上 所谓的整个四川人身上 实际上就主要对成都百姓的身上 就他开始就大屠杀了 正是由于张献忠啊 这种错误的大屠杀 大量四川籍的士兵就落一步绝的啊 开始就逃向南方明军控制区 还有一部分呢 就逃向了保宁府 因为保宁府呢 当时由那个大西将领刘尽忠率领 而刘尽忠手下呢 主要是由四川当地人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军队组成 而后呢 大西军队就完全陷于混乱之中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大西军和清军毫格率领的这个军马接战的时候呢 基本就属于不堪一击 所以说他们当时的战力 连正常水平下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 张献忠本人呢 也就非常离奇的 就被清军的神剑手一箭给射死了 对于张献忠残步 那些大西军来说呢 稍稍值得安慰的就是 西冲凤凰山之战之后 孙可望呢 就带着残余的这个大西军队 冲破了重庆明军 曾英率领那人马的这个阻拦 就退往贵州了 而后呢 他们就在云贵一带继续发展 从那之后 四川人口的这个衰减 实际上就和大西军就和张献忠完全无关了 朱元璋大告武臣新鲜事 大告武臣啊 它等于是朱元璋啊 它的大告系列颁布的最后一部 这套文献如果我们读过的话 它这个语言风格特独特 内容呢 好多也比较新奇 大告武臣 这是以朱元璋的语气 这个对外公布写成的 是以明初的那种白话文写成的 还有好多案例 每个案例后面呢 都有朱元璋对这个案例的评价 还有处理结果 朱皇帝还大奖特奖 什么燕国祸福 什么暴影之道 举个例子 当时和这个胡威庸案有关联的 这么一件案子 就是讲洪五十三年 丞相胡威庸那不叫造反吗 当时呢 他和他全家都被千刀万刮了 胡威庸 胡威庸本人 还有他家族死了 这事没完 明朝的抓捕名单呢 还很长 按这个名单就开始抓人 朱元璋当时派出去抓人的 肯定是在京城的魏军 就等于他的禁卫军了 抓人的同时呢 肯定就要抄家 我们要知道 抄家在历朝历代都是个肥差 这一点呢 朱皇帝自己心里也挺清楚 所以说呢 他才把这种肥差交给自己的禁卫军 老朱呢 对自己的禁卫军在抄家的时候 占点小便宜 弄点灰色收入 这个他还真不当回事 谁料想呢 这些禁卫军当中就有一个不开眼的 这个人呢 他不仅要灰色收入 他还要灰色收入 我们要知道 胡为庸和他这一案 涉及的案犯成千上万 其中呢 不少肯定是冤枉的 而且在案犯当中呢 还有那些心思比较活的 就想拿钱买命 而去抓人那些禁卫军军官呢 有些人也乐得收点孝敬钱 反正大明朝又不是他的 能放的他也就放了 而在大告当中呢 朱元璋就列举了三个宁都尉 这个卫军的军官 这几个军官呢 不仅把人犯放了 还派人呢 把这些人犯送出城门 朱元璋的算数还挺好 这几个军官放出了五个人犯 平均每一个人犯呢 值一百七十贯钞 十二两白银 二两黄金 我们想一想 当时那些人呢 用这些钱来买命 实际上还挺合算的 朱元璋得知实情之后呢 非常恼怒 他呢 就在案件的结尾批示 就类似破口大骂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们这三个傻子 如果好好为朕干活 你吃点拿点卡点要点都不管你 如今呢 既然贪这点小钱 把朕这个侵犯御犯也都给放了 绝对是早死 于是呢 这三个军官 绝对是大倒霉当 他们的结局呢 就跟胡党逆程是一样的 不仅自己被杀 这个三族也被全部诛杀 没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这三家军官 对 一个人的品性到底如何 实际上往往是在那种极端环境下 才会显现出来 朝代交替之际 有人忙着卖国 有人却坚定信仰 精忠报国 属地的女将军秦良玉 包括江南的美少年夏丸淳 他们都属于这样高尚又纯粹的 这样的人 秦良玉 这位金国英雄 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 以忠臣烈士为榜样 文武双前 出嫁之后 人也不是洗手做羹汤 当家庭妇女 而是跟随他的丈夫马千胜 一起带兵打仗 建功立业 即使后来他的丈夫 还被朝廷派来的那宦官 陷害致死 他也没有仇恨明朝朝廷 而是接过军旗 继续为国效力 特别是他率领手下石柱土司的白杆兵 入京秦王 受到了从真皇帝的亲自接见和赠失 所有这些事都充分说明 女性接受教育 对社会的贡献 绝对不亚于男性 即使是封建社会 也是如此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金国英雄秦良玉 他到底在明末清除 那样一个乱世 他是如何表现的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集 有死就可以看出什么呢 明朝的灭亡 绝对是不得不亡 世风日下 道德沦丧 上层这世大夫们 绝对是寡连贤耻 朝中文人爱钱 武人怕死 风尚相袭 奢靡挥霍 最终国家就亡了 在明帝国大厦清赴之后 潇洒西元出生计 豪华金谷吉文人 虽然当时满清铁骑的提升 以及这种视如燎原火一般的 各种造反的人 他们的喊杀声渐行渐进 但明王朝 那些所谓的中奸和精英们 依旧是怡然观望 文田武锡 不少人已经暗中和这些大辫子 包括明政武眼中所谓的那些逆贼们 已经是暗中通款 随时随地就准备献成投赋 准备好做异族或者新朝的臣妾 朝代的更迭 对于明朝这些所谓的精英人来讲 不仅不是他们身家性命和国家民族创伤的剧烈阵痛 反而是他们能够更加飞黄腾达的最佳的契机 事态言良耳欲我诈 勾心斗角 忠奸民愚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伪济世 我们汉民族勃勃不屈的那种精神 依旧是在不息的 不停的在脉动 秦良玉 夏文淳正是这种精神成绩的典范 一妇人一如子 妄身舍家 允宗复国 他们那种大义鼎然 他们那种坚定不屈 数百载之后 我们现在的人思之想之念之 依旧会使我们拍案叫齐 募资尽烈 首先我们就讲一讲 巴山属水的金国英雄秦良玉 秦良玉再听这个名字 如果我们对明朝的历史不大熟悉 可能就会把秦良玉和左良玉搞混 左良玉是一个爷们 这个人官至明朝的总兵官 而且还携贫贼将军宴 堂堂的这么一大老爷们 这个人一直是养贼自重 最终他和南明的洪光帝 他们的洪光朝的军臣 大势拳脚 互相攻伐 他就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病死了 他的儿子左孟庚更是一个诸狗之辈 携带数十万名军 向满清军队投降 甘为异族英权 而我们本集要讲的主人公秦良玉 是一个红装富人 金国英雄 多年来 他和他的家族一直为大明朝出生入死 不仅远赴辽东边地 打击后金的军队 而且在四川等地一直是击杀逆贼 至死不祥 绝对是女中丈夫 秦良玉他是中州人 中州就是今天重庆的中县 在明朝都是属于四川 秦良玉他是生于万历初年 他的父亲秦奎是明朝的共生出身 由此秦良玉他自幼 一直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的勋讨 忠臣烈士之意 感恩报国之情 秦奎还一直向他的子女传授 生于知识分子秦奎当时已经预感大乱将至 因此他又常常研习兵书 然后武剑论兵 他对他西下的儿女是一视同仁的 就让秦良玉和他兄长秦邦平 包括秦良玉的弟弟秦明平 每天都一起读历史的典籍 而且还要习学棋舍 可喜的是 比起兄长和弟弟来想 秦良玉这个人禀父超群 闻汉得风流 兵剑谱神韵 看到自己的女儿能文能武 当时的秦奎还叹息 可惜孩子你是女流 否则你日后定能是封侯夺冠 秦良玉听父亲如此叹息 当时还慷慨朗言 但那阵还是个少女了 唐使女儿得掌兵饼 应和平阳公主和贤夫人一样 有了一比 平阳公主等于是唐高祖李渊的闺女 贤夫人就是隋朝的时候 岭南的少数民族首领 我们先前讲唐朝史隋唐使的时候 都讲过这两个人 天作良缘 秦良玉长成之后 他就嫁给了石柱吐司马千盛 这个马吐司虽然是属于吐司 一方吐囚 但他的祖宗太好名了 谁呢 就是汉朝马阁果师的那位 福伯将军马元 因此他是马家之后 如此狼才女貌 神仙伴雷 这两人又是抗力情深 夫畅覆遂 万历二十七年就公元1599年呢 波州地区 也就是今天贵州尊义那个地方 有个吐司叫杨盈龙的 这个人造反了 当时呢 士气仓促 贼寇呢 连线重庆卢州 好多战略要地 而后呢 又禁为成都 一时之间 蜀中大振 所以地方吐司呢 马千胜就率领他手下三千石柱兵 开始跟随民兵呢 一起这个这个灭贼吧 当时指挥军队呢 是明朝四川总督叫李化龙的 因此一起来讨伐叛军 石柱兵呢 这些人呢 都手持一种特质的长矛 他的矛那个前端啊 持钩状 矛尾呢 还有圆环 因此呢 在攀原那些山地险遵的地形的时候呢 他们能前后接应大连 敏捷如猿猴 由于他们的毛杆呢 都是用那种无期的白杆制作 因此当时人就成为这个石柱的这些兵 叫白杆兵 按理说 马千胜呢 率领自己手下三千人马 跟随官军灭贼 已经进到了吐司啊 对中央朝廷这种义务 但秦良玉呢 当时为解国难 他自己又捅京族五百人 自备军粮和马匹 和他手下的副将周国柱一起 这个进攻邓钦 邓钦呢 就是今天贵州的凤港 在那里呢 秦良玉和他手下石柱兵 恶手险地 当时他不仅是指挥啊 秦良玉是亲自的持弓援剑 这个上马杀贼 对此呢 明朝的总督李化龙啊 大为叹义 马上命人打造一面银牌 赠予十年才二十六岁的秦姑娘 这银牌上呢 还是这个凿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呢 女中丈夫 万历二十八年就公元一六零零年正月初二呢 明军当时由于连连克节打了不少胜仗 上下就松懈 致酒高会 庆祝当时的新春佳节 秦良玉这个人呢 洞晓古金兵法 他就预料贼金呢 会成夜偷营 于是他就借助他的丈夫马千胜 就命了那些百杆军啊 千万别喝酒 一定要持毛国甲 连夜分手显爱的之地 结果呢 半夜十分 明军官兵啊 大部分都醉醺醺沉入梦乡了 贼军果然就突然发动心意 醉梦当中的官军呢 一时之间是四处奔逃 所幸的是 早准备的秦良玉夫妇 他们所率领的百杆兵呢 忽然发起反突袭 叛军呢 也是先胜后拜 皇害之间啊 就被那些长矛啊 捅倒无数 转身奔逃 秦良玉夫妇呢 即刻率领兵马 而紧追不舍 一直就追到这个贼人的这个老窝 接连攻破金柱战 明月关寨等欺债 一直杀到杨英龙叛军呢 这个天险桑木关之下 明军那些军队喘息之后呢 开始集结 然后呢一起齐攻桑木关 桑木关这个地方 山有险 官有郡 甲昼果身 那些明朝官兵啊 一时束手无策 你想趴这么抖的这个山 又穿着这么重的牙 那根本就无所施展 百杆兵这个时候呢 顿险身微 这些士兵呢 本来他就有极高的这种攀悬能力 又有特别的这个毛沟 互相搭连 因此就使得他们在短时间内啊 演杂技一样 互相搭持着 互相攀挂着 他们还和有羊吐司那些地方兵配合 一举呢就攻破了险关 官口一拿下呢 明朝的官军就夺门尔路了 于是呢 众人合兵 直倒海龙屯 杀的当时的贼兵 血流成河 最终呢 那贼头羊羊龙就绝望了 慌乱之中 自以身死 波州之乱就平息了 我们就要知道万历三大争之一 就是凭波州之乱 波州之乱平定之后呢 秦良玉马先胜夫妇 你想啊 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所以说明朝朝廷啊 就赐给他们银牌啊色断啊 好多东西作为奖励 立下如此大功呢 秦良玉呢 并没有沾沾自喜 从来不严功 夫妇二人呢 依旧回到这个石柱管辖地 本分生活 十多年之后 就在万历四十一年 就公元一六一三年 秦良玉的丈夫马前胜呢 就死在这个明政府的狱中了 那么根据明史记载 就说这个当时有石柱的部民啊 就是状告马前胜 于是呢 明朝朝廷啊 就把他逮入这个云阳狱中 马前胜等于病死在这个狱中了 但真正的这个马前胜的死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北京方面的万历地啊 派出的监税太监 有个叫纠成云的 他向那个石柱土司马前胜索取贿赂 马前胜呢 一想我从前对朝廷有这么大的功劳 就没给这个太监进行财宝 这下呢 就把那太监邱公公给惹怒了 于是他指使手下捏造罪名 把这位马吐司逮捕入狱 结果就是活活折磨而死 马前胜死的时候呢 才四十一岁 这一下呢 秦良玉丈夫死之后 等于就变成孤儿寡母了 但是呢 他是含泪忍痛 以大义为重 把这个丈夫埋葬之后 对明朝朝廷啊 没有生出任何反叛不辰之心 反而呢 代替他让我接任石柱土司 继续忠于职守 万历四十四年 就公元1616年呢 女真酋长努尔哈赤 就在赫图阿拉 也就是今天辽宁的新兵了 建立大金 我们史称后金了 开始连连发动对明朝的进攻 两年之后啊 明朝和后军之间展开大战 就是萨尔虎大战 明军惨败 当时明军的好多这个军将被杀 自此之后呢 驻守辽东的明军呢 几乎是闻警计逃 东北方面告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 明廷就在全国范围内 争这个精兵元寮 秦良玉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马上派他的兄长秦邦平 还有他的弟弟秦民平 率领数千的精兵先行 他自己呢 又在当地筹马脊梁 保障这个后勤共有 明朝朝廷呢 对此也很高兴 马上又这个生这个秦良玉啊 给他三品官服 沈阳大战 秦氏兄弟率领他们手下的百杆兵呢 率先渡过魂河 和这个后军的这个大辫子兵啊 进行血战 一下子杀掉这个后军兵马数千人 经过此战 先前一支战无不胜的八戚军啊 忽然就知道啊 明军当中还有这样永汉的士兵 而且呢 长久的啊 就是为之胆寒 一批百杆兵 这个大辫子兵就害怕 当时在战斗当中呢 毕竟是重瓦悬殊 秦邦平呢 立战 最终死于阵中 秦民平呢 浴血突围而出 当时这场战争过后呢 两千多百杆兵呢 就在战场上战死了 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秦良玉手下的石柱百杆兵呢 就开始名门天下 得知兄长牺牲在战阵 这样的消息之后呢 秦良玉赶紧要在当地呢 赶至这个一千多件东一 就配送给啊 远在辽东地的他的手下那些石柱兵 而后呢 他又自统三千精兵 直达这山海关部防 控扼住这些大辫子兵的入关咽喉 明朝当时的兵部尚书张赫明呢 就为此时还专门上奏天启地 追赠死难的秦邦平呢 为都督千世 然后在北京的历祠祭祀 不久呢 明朝的皇帝又下诏 加秦良玉二品官服 对他封告保奖 得知这百杆兵战斗力确实强 明廷呢又下令征兵 又从这个石柱地区啊 征兵两千 秦良玉是文赵即行 和他弟弟秦民平啊 这个马上迟还到石柱地区 征掉士兵准备原料 不料想呢 这姐弟二人回家仅仅一天 重庆地区就发生内乱了 当时那永宁土司奢从明 他率领数万人马和他的女婿叫范龙的 这两个人呢 里应外合把重庆给攻占了 而且呢 还发出兵马围攻成都 大有关门啊 在蜀地当皇帝战的意思 蛇从明和秦良玉 你想 他们都是四川一带的吐司 都是乡亲啊 于是这个贼头呢 就派人显带大笔的金恩财宝 到达石柱 和这个秦良玉呢 表示通好 秦良玉当时二话不说 马上贺令这个手下的兵马 把这个 前来这个送金恩财宝的贼使给斩于当地 秦良玉斩杀来使之后 派遣他的弟弟秦邦平 包括他自己的两个儿子 速留西上 忽然就杀到重庆的南平关 等于是把贼兵的归路啊 一下给扼断了 趁当时天黑啊 敌军无备 白杆兵呢就突袭贼军啊 这个住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那些水军 把贼军的大船全部焚毁 同时呢 秦良玉分兵守中轴 然后派人持报当时啊 奎州的明军官军 一定要守住渠汤天险 阻碍这个叛军啊 沿江东下 也正是由于当时这位女中丈夫的调度有方 奢从明的叛军呢 最终是南城气候 等于一出战就遭受打败 即便如此 四川当地呢 好多那些吐司 都先前收受了叛军的贿赂 好多人呢 都率领手下的兵马逗留观望 唯独秦良玉 率领他手下的石柱兵马 奋勇之前 接连获得这个洪亚敦大捷啊 观音寺大捷啊 包括那青山敦大捷 由此一来呢 很快那个贼人在成都的 他那个围城的知识啊 就被破解了 重庆呢 也很快被官军收复了 叛乱得以平息 平叛之后呢 明廷续工 秦良玉呢 又被授予总兵一职 一下子就成为方便大将了 他这个兄弟子职呢 都获到提升 秦良玉和他的家族 包括他手下的百杆兵 获得如此大功呢 当时的天启皇帝呢 对他还幽召报之 而且还下令 文武大力啊 对待秦良玉都要以礼相待 不得遗迹 但他这个下召 主要对四川地区的 这个明朝的文武官员讲的 感动之余呢 秦良玉就更加为明廷卖命 他弟弟秦邦平不久 又在这个作战当中呢 也站自于沙场 从真三年就公元1630年 黄太极呢 又率领十万大辫子军 绕道这个长城洗风口 开始入侵明朝 攻陷尊化城之后呢 又进抵到北京城外 连克永平四城 当时是明廷大镇 秦良玉得到这个秦王诏书之后 马上是提兵赴难 兴夜兼城 率领兵马一直抵达到宣武门外 扎下自己的兵营 而在当时呢 到达北京城外 各路秦王的官军 共有20多万人 但这些人呢 都畏惧满洲兵的狠武 无人带头出战 秦良玉手下的板杆兵呢 人数虽然仅有数千 但是满洲兵一直怕这支军队 先前那浑河血战 让这些大辫子的兵将 再也忘不了这些身材还小的 手持超长锐毛的这些南方士兵 由此一来 白杆兵当时一发威 这一呐喊冲杀 满洲兵呢 就内心发怯 再加上明军当中 又有孙晨忠 当时这种名将配合 最终呢 迫使皇太极呢 连弃鸾州永平千安尊化四成 最终是彻为而去 满洲兵马撤退之后呢 人在北京的从真地 大家感慨 特意呢 在北京 这个皇宫殿内 召见秦良玉 幽赵宝美 然后赏赐的什么彩博美酒啊 金人无数 而且呢 还副师四首 以章齐功 学旧西川八镇图 鸳鸯秀礼握兵符 由来金国甘心寿 何必将军是丈夫 赎紧征袍首至成 桃花马上请昌英 世间不少齐男子 谁肯沙场万里行 不速风餐誓不辞 也将鲜血带烟之 凯歌马上清平曲 不是昭君出赛时 平将弃肘扫鲁湖 一派欢声动地湖 是看他年林葛上 丹青鲜化美人图 我们要知道 崇祯皇帝在他有生之年 享过日前 遭逢多难 很少有闲有时间 有了闲情意志 严实作父 除了赠秦良玉这四首诗之外 仅有他赠大臣杨四昌的五绝诗传世 所以说他离留的诗非常少 你看其中四首就是赠给女中丈夫 女中金国英雄秦良玉 我们想一想 当时作为条条西南边陲的一位女吐司 竟能得到大明皇帝亲自接见 而且还亲自刺师给她 所以说秦良玉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那么在北京秦王之后 秦良玉又如何表现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我们这一集的彩蛋 接着讲专章的大告武臣 如果我们读遍整个的大告武臣就可以看出 专章啊 对于这个犯人抄家当中 抄权的财产 看的不是很重 而且允许有一定的损耗 对于像胡卫庸案 这种政治谋反案件 在朱皇帝看来呢 人犯是第一位的 至于这些人犯当中 他们家里的财产 那反而是比较次要的东西了 专章的这种想法呢 在兰玉案当中也有体现 兰玉案的供词呢 全部抄录在逆尘录当中 非常完整的保存下来 由此呢 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当时啊 专章那种他的心态吧 咱还拿抄家这事来讲 逆尘录当中呢 有一个被抓的姓陶的锦衣卫指挥 他的供词呢 是这样讲的 在锦衣卫内部 当时抄家还分为三六九等 如果谁呢 想去抄个好地方 你必须得花点钱 否则你还去不了 因为这个就是发财的好机会 我们上一集彩蛋也讲过 专章啊 对于他手下这些这个锦衣卫啊 禁卫军的军官 借着抄家吃大户 占点便宜 这个事看的不是很重 但这个锦衣卫是怎么案发的呢 洪武26年2月初九 朱元璋的儿子蜀王到京 2月初十 这个蜀王 他的老丈人莱玉被捕 二月十一呢 蜀王离京回到自己的封地了 接下来几个月 就周元璋大规模整肃啊 蓝玉的这个同党的时候了 由此呢 大明当时最强的这个特务机构 锦衣卫就登场了 我们想一想 但凡只要一抓犯人 抓捕的名单呢 肯定是一个变俩 俩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最后呢 这个蓝玉同案犯 蓝玉同党 就变成一两万人了 当时锦衣卫这位陶指挥呢 就在锦衣卫里面审犯人 当时特忙 就连这个剃头啊 整理虚发的时间都没有 于是呢 他就请个剃头匠 来帮自己这个理发 我们要知道 明朝这个剃头匠啊 跟清朝不一样 主要是来这个给这个男人啊 修理这个容貌 主要是胡子 乍一看这个案件呢 好像这个陶指挥也没犯什么法 结果呢 那个剃头匠 这个理发匠 就让太监给看见了 还马上把他抓起来了 仔细一审 才知道这个理发匠 等于是替别人走关系 还走后门来了 他就进来啊 给这个陶指挥啊 行贿 想要捞人的 太监公公们呢 眼神还挺犀利 这事就被他们发现了 然后就告诉到这个猪皇帝那里 由此呢 东窗事发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